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基督圣体圣穴节 我们如何慷慨地与他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 让今天6月19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慷慨分享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 耶稣向群众论天主的国 并治好了那些急需治疗的人 天将要黑的时候 那十二人前来对他说 请遣散群众 他们往四周村庄田舍里去投诉巡食 因为我们这里是在荒野地方 耶稣却向他们说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他们答说 我们不过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 除非我们亲自去给这一切人购买食物 原来男人大约有五千 他却对自己的门徒说 叫他们分货坐下 约五十人一货 门徒就照样坐了 叫众人坐下 他遂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来 望这天祝福了 拨开递给门徒 叫他们摆在群众前 众人吃了 也都饱了 把他们所剩的碎块 收集了十二筐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天快黑了 耶稣看着又饿又累的群众 便要求他的门徒说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门徒放眼看着眼前好几千人 再算一算自己有的食粮 还有金钱 心里一定觉得耶稣的要求也太荒谬了 所以才抗议说 我们不过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 除非我们亲自去给这一切人购买食物 他们很清楚 要喂饱这么多人是个大工程 靠他们的资源是不可能的 多时 当现实的需要和我们实际能给的帮助 差距太大时 我们不也会像门徒一样 看到的全是不可能 然而 耶稣却只向他们说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耶稣没有要求他们要给什么或给多少 只请他们把自己有的拿出来分享 因为在分享过程中 我们会看见奇迹 换作是我们 每当团体有需要的时候 只要每个人能够把自己的五饼二鱼拿出来 很快的 我们便发现我们其实什么也不缺 今天 你能给出的五饼二鱼是什么呢 不妨把它记下来 是你的时间 聆听 陪伴 温暖 服务 专业知识 带孩子的经验吗 不要吝啬把这些五饼二鱼交给耶稣 他会祝福他们 使他们成为他人的食粮 今天 教会也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 每当我们领受圣体圣血时 让我们纪念耶稣慷慨的 把自己完全地分享给我们 以填满我们的心 请品尝圣言 耶稣却向他们说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看到别人或环境的需要 不要视而不见 却以具体的行动 分享你所有的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 愿我能慷慨地回应你的召唤 与他人分享你给我的恩宠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分享我们所拥有的 让耶稣行奇迹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